现在全球5G的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我想这几天不少的媒体都在问我们这个问题 GSMA支付的最新统计形式 目前有将近50个运营商 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商用了5G网络 现在全球的5G用户数有多少呢 大概是500万 到2025年的时候 全球会有409个运营商 在117个国家和地区商用5G网络 到时候中国的5G用户数将占全球 5G用户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届时欧洲不包括毒联体 将占15%左右的市场份额 而美国将占13% 我们可以说目前5G的发展 超过了我们当时四季初期的发展速度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可能我们上一次讨订阅 我们下期视频正值天赏的帓展